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整個1月期止今天的當沖走勢圖 今天整個1月期止是開低 但是隨即開低走高 首先我們看到今天的最低價它叫9280 在8點45分的時候一開盤沒多久出現 最高價在將近收盤的時候1點38分出現 它叫9344點 那今天的當沖區間有64點的一個行情 那麼各位你一定可以發現到最近的行情呐 呈現一個箱形整理喔 這個盤勢的方向不是那麼好判斷 像昨天跌很多人以為要下去了 對不對 那在昨天之前的行情它是往上漲 又有很多人以為要上去 那今天咧 在據昨天的這個跌勢之後咧 今天又漲上來 這個行情在這個地方它屬於一個箱形整理 所以在行情的判斷上 在方向的判斷上它難度比較高 所以在這裡如果你要問我說怎麼操作 能夠得到最棒的一個利潤跟報酬的話 我一定會告訴你當沖操作 因為當沖操作你在當天做完單之後 你手上就沒有單 隔天又重新再規劃新的盤勢 這一種方式 目前對從沖操作是最有利的 但是重點來了喔 不是每一個做當沖的每一天都能賺錢喔 這個地方我今天就要透過這一集節目來跟各位咧 報告一下我們今天的實戰操作 並且來讓你看一下 為什麼亞洲騎王只要一出手 真的就沒有人跟他有辦法跟他爭鋒 騎王一出誰與爭鋒 就是今天整個節目的重點 那麼在今天的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還是要來跟各位分享 最近這個盤子 說實在嗎 在要過年了 今天的行情結束了 再剩五個交易日就封關過年了 這地方剩下最後這五天啦 你只要好好做 還是有大錢的機會 畢竟過年到了 每一個人都希望有一些錢來過好年 對不對 那在這地方剩下五天 你到底要怎麼跟著曾英傑來做 才能得到最大的利潤跟報酬 這個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個方法跟策略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請你耐心的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實戰操作 以及我的方法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說了齁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操作 以及資金最有效率的話 請看一下要怎麼做 才會是最有利投資朋友的 齊全資金效率化 這個其實在昨天我就講過了 你只要拿三十萬出來做 運用三十萬的資金來操盤 其中的二十萬 你來操作兩口大台紙 剩下的十萬塊 你拿來操作二十口選擇權 然後都用當充的方式 當充不留單 操作 才平安 那麼只要看到今天喔 我們的旗子 這二十萬的資金我們是怎麼操作 然後選擇權的十萬資金又怎麼操作 請各位耐心來看喔 今天的行情算還好 它只有六十四險的一個區間 但是你只要跟著曾英傑來做的話 今天的報酬又是不得了 怎麼說咧 首先我們來看旗子的當中操作喔 我說過 跟著曾英傑來做啊 每天一定會讓你咧 看得到也贏得到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實戰派 我們不是解盤派 我們是講求實戰的實戰團隊 不是一天到晚在那邊講五四三的解盤師 所以在今天我們的第一個動作 我們在九點現握開盤一分鐘之後出手 今天我的旗子比較慢出手 在九點零一分 我今天怎麼做 我相信看到這三個字 你應該就知道怎麼做了 其實咧看我的簡訊很簡單 大概看三個字四個字你就知道 我要叫你幹什麼了 像今天九點零一分 各位市價多 連小學生都看得懂 市價多到底什麼意思 很簡單 一月旗子目前報價 九二九五附近 我告訴會員朋友 你只要收到訊息之後 來 直接看這幾個字 不管價位多少 不管價位多少 市價做多 至少兩口大台 這句很重要 不管價位多少 市價做多至少兩口大台 為什麼不管價位多少 都要去市價做多 因為我希望會員每一個手樓上 都一定要有部位 所以這樣子你跟我做 是不是一定能做得到 是不是只有做得到 你才能夠真的賺得到 所以你看這句話 為什麼我要這樣寫 為什麼我要告訴會員朋友 你收到我的簡訊之後 你就不要管他價位多少 你不用差別啦 不用管他了 你就直接市價做多至少兩口大台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因為我要讓你知道 你只要跟著亞洲騎王 你一定能夠看得到 也贏得到 每天 我一定會交代會員 市價出手 保證成交 好了 那今天的第一筆單 我們來看這三個字就好 市價多 然後至少兩口大台 這個市價單 我們問過會員朋友 9點01分那個時候 會員朋友大部分 都買在9300 所以今天9點01分 我們的會員朋友 市價於在9300 多單進場 一筆單至少兩口大台 這邊也有寫 來拉近 一筆單至少兩口大台 這是我嚴格的要求 因為這樣子 你說繳的會費 才能夠很快的回收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在這邊說 你只要有30萬 你就可以跟我做 為什麼 20萬拿來做兩口大台 如同今天的第一筆單 你市價在9300多單進場 至少兩口大台之後 今天的行情到底輸還贏 我相信你只要沒拆湯 你都知道 今天做多做又是對的 絕對看得到也吃得到 對不對 那重點是這個多單進場 進場之後要在哪裡停利 各位不用拆 來直接來看 任何一筆單 我說了 你只要跟著我們來做 進場之後 所有的停利停損 一定都會事先知道 所有的停利停損 你一定要事先知道 你才能夠使你的交易效率化 老師 停損你固定設25點 那停利點怎麼辦 停利點很簡單 交給軟體 因為這個仙人植物的智慧板 他每天在8點46分 他就會算出支撐跟壓力 那以今天來講 我們今天是不是做多 那做多的話 你的停利點很簡單 你就看軟體的壓力點 來停利就可以了 所以說每筆單 進場之後 停利停水 一定要事先知道 你才能夠使你的交易效率化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軟體算出來壓力點 到底在哪裡 來不要猜 打開軟體8點46分 他今天給我們的壓力轉折 多單 停利的參考點 他告訴我們 9348 也是空點 今天的空點在9348 所以今天如果你沒有這套系統的話 你很有可能在今天一開盤的時候 你就跟曾老師對坐了 我們在9300去做多 你卻在9300去放空 那各位結果是什麼 當然你是兵敗如山倒 我們是大獲全勝嘛 你懂我意思嗎 那為什麼你會空在9300 因為你不曉得今天的空點 其實應該是在9348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軟體的目的就是要告訴你高低一點 這個是我們軟體的功能 很重要的一項功能 那這個多單成交之後 我講過了 只要一成交 你馬上要去看停利點 那8點46分 軟體算出來的壓力點 他叫9348 我們在這個地方倒不拉近 9300做多 9300做多完畢之後 來 你馬上要看軟體 軟體在8點46分 他給你的壓力轉折 多單停利參考點 就叫9348 那所以說你應該就 預掛9348來停利 那問題來 今天最高啊 只來到9344 1點38分 那怎麼辦 老師這查細點 這個多單沒有成交怎麼辦 不用擔心 我代進一定會代出 來 11點02分 訊息會員手上 9300市價多單部位 如果沒有在壓力點出場的話 全部收盤價給他出清 再唸一遍 訊息會員你手上9300市價多單部位 如果沒有在壓力點出場者 全部收盤價出清 那萬一打到9270 這個停損也欲無必要出場 所以亞洲奇王啊 我說了為什麼你要選擇他 因為每一天啊 我一定會想盡辦法 讓家族成員看見新台幣 我講過了 如果你哪有跟其他的分析師做比較的地方 我每天講的一定是務實的操盤 我不會給你廢話解盤 這個地方又散看哪裡 這個地方又下看哪裡 那叫廢話 看對了又怎麼樣 看對了沒有做 那都叫做屁話 那都叫做廢話 我要你跟我的目的 就是要讓你看到什麼 新台幣 就是要讓你看到錢啦 這樣說得快啦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是每個投資朋友參加老師的目的嘛 我說我講過了 你參加任何一個老師 你繳了會費 你無非就是希望 能夠藉由這位老師的幫助 帶你真的賺到錢嘛 這樣繳會費才有意義嘛 所以我既然知道投資朋友你的想法 我就會每天都想盡辦法 讓你看見新台幣 你看像今天 9300做多 那壓力點呢 沒有來 收盤價9341出掉 起多少 821點 這裡叫1萬6 請你做一下筆記喔 這是1萬6 這是一筆交易 1萬6 1萬6 當然這個電視節目 我們還是要做一個強調 為了避免誤導不特定的人 亞洲奇王真英傑要做一個嚴正聲明 本節目內容是一個操盤模組的分析節目 我們不會招攬 我們也不會廣告 請投資朋友自行評估判斷 節目中所有的操作模組分析 僅止分析指數掌列點數 並不是在講解論述操作績效點數 齊全報酬風險並存 操作的報酬風險並存 無法保證確可獲利 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喔 這是今天的棋子喔 如果你願意用兩口大台子 跟著我這一題來操作棋子的話 這是二十萬的保證金 今天你可以享受到八十二點的機會 這個地方我們去掉兩點 它叫一萬六 接著請你往下看 我說如果跟著我來做 怎麼樣才能夠得到最大的利潤 你另外的十萬塊要幹什麼 要做選擇權 那今天選擇權我們做 來各位你來看喔 這叫九點零一分喔 來你把錢買得比較快 我今天棋子啊 在九點零一分的時候 我叫會員試駕做多 選擇權呢 來各位也是九點零一分 一月份的選擇權 九千三的買權 現在報價二十八點附近 你收到訊息之後 你完全不要管價位多少 你看看又是不要管價位多少 我要讓你直接買到 直接試駕至少給我買進二十口 各位不要動 好往前 直接試駕至少買進二口 讓這上下兩行都讓大家看到 九千三買權現在報價二十八點附近 直接試駕至少給我買進二十口 九點零一分喔 除了棋子 剛剛你看到我們今天大獲全勝之外 在哪裡 在這地方 我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今天大獲全勝的點數 剛剛各位有看到 他叫八十二點 八十二點我們找一下 在這裡 選擇權我們今天也在做了一筆 這是棋子的操作 選擇權我們今天買九千三的買權 再下一層 九點零一分 九千三買權 二十八點附近 我請會員試駕買進至少二十口 我來對價對史喔 這一筆單它叫九點零一分 這九點零一分 二十八點 我們的會員成交在更棒的價位 你看這九點零一分 當時九點零一分 你們有沒有看到 來各位這邊抠訊的時間 五十六秒對不對 這是九點零一分五十六秒 成交在哪裡 二十五、二十六 二十五、二十六 這是會員實際成交的價位 這九點零二分 二十五、二十六 所以並不是成交在二十八喔 接著我趕快告訴會員九點零三分 來選擇權實際成交的一個價位 大概在二十六點 請將停損價改設為十三點 沒有跌破十三點之前先報勞 這個是九點零三分 這是我們選擇權當中班 九千三的買權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一定成交嘛 各位你來看 這個明細表 這二十五、二十六 我請會員買幾口 至少買二十口 來這邊再拉近 九千三買權報價二十八點 附近直接試價至少買進二十口 最後實際成交在哪裡 更加價位 哪裡 二十六點 你說老師 買這樣二十口要多少錢 我算給你聽 買二十六點 一點五十塊 總共買二十口 所以買二十口所需要資金叫兩萬六 投入資金兩萬六千塊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今天的走勢圖 這個是今天的九千三的買權的一個走勢圖 我們先看到收盤價 就四十九喔 我們在的高點控一分 九點零一分的時候 二十六點買進二十口 二十六點買進二十口 買完之後噴上去 來各位 來到了收盤 我請你看一下這個選擇權的一個槓桿 跟操作的一個結果 我跟你講喔 為什麼要跟著我來做這個選擇權 太重要了 來 你仔細看 九點十五分 一月份選擇權 九千三買權 二十六點附近的市價部位 今天你不管是贏或虧 一律怎樣 收盤價 幹什麼 出清 用收盤價出清喔 那今天收盤價多少 我再給各位看一下 今天收盤價收在四十九 收在四十九 二十六點買進 我們今天四十九點出場 今天收盤四十九點 兩萬六變多少 四萬九 各位你來看一下這中間多少 兩萬三 兩萬三 你用兩萬六的資金 投入進去之後 今天竟然可以咧 得到價差兩萬三 將近一倍喔 投資報酬率高達八十八趴 八根漲停板金又放在口袋 各位我算給你聽喔 為什麼你要跟我做選擇權 這個兩萬三啊 等於大台一百一十五點 你把一百一十五點 我們算一百一十點就好 再加上旗子這八十點 叫做一百九十點 各位你想想看 今天行情沒有很大喔 而我卻能夠透過旗子 加上選擇權 讓你幾乎享受到一百九十點的報酬 那你所需要資金多少 啥子班 一百九十點是三萬八 這樣的投資報酬率 你覺得如何 所以我一直在講一件事情喔 你選老師啊 選不選我一回事 但是在選擇其我老師之前 你一定要先問清楚以下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老師你是不是每天一定出手 老師你敢不敢每天公佈你的實戰 這位老師他到底有沒有勇敢的面對觀眾跟會員 如果他像真英傑一樣 每天一定出手 每天一定公佈實戰 每天勇敢的面對觀眾跟會員 符合條件你就可以跟他 選老師真的很重要 你的目的是來賺錢的 不是來聽廢話的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在這地方 我說剩沒幾天就要封關了 這個地方如果你真的要賺快錢 其我跟選擇權跟著我一起來操作 各位 絕對會想盡辦法讓你每天看到新台幣 2017年腳步要快 想賺快錢的話 我的當衝訊息 我的軟體 我的周選擇訊息 三樣都要帶回去 滿漢全息帶回去 絕對可以讓你心滿意足 該怎麼做 中場資訊 我希望你能夠好好的給他看清楚之後 並且立刻採取行動 我們稍作休息 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謝謝各位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上 二 眼部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陣網 親愛的投資朋友 親愛的投資朋友 為了幫助全國投資朋友 迎戰棋子當衝 迎戰棋子當衝 曾老師特別推出了歡樂組合套餐 歡樂組合套餐 迎戰四吃架 迎戰四吃架 齊王的當衝訊息 齊王的當衝訊息 再加上齊王的操盤軟體 齊王的操盤軟體 兩項商品選一項 三個月28800 這兩項商品任君選一項 28800三個月 兩項商品同時一起選 三個月38800 兩項一起選 兩項一起選 三個月38800 迎戰棋子刻不容緩 速播迎戰專線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迎戰棋子當衝操作 你必須用對方法 跟對專業人士 用對專業工具 迎戰棋子當衝 歡樂組合套餐 齊王當衝訊息 齊王操盤軟體 兩項商品選一項 三個月28800 兩項商品一起選 三個月38800 迎戰棋子刻不容緩 是立即要做的事情 速播迎戰專線 02 2578 3777 2578 3777 齊王團隊 齊貨操作 給您三大承諾 一 每日一定出手 二 市價進出一定成交 三 停損停力 嚴守紀律 我們擁有一套 快粉准操盤系統 幫助投資人 快速累積財富 快 多空力判 機不可施 狠 順時加碼 推升過億 準 停力停損 確保不失 戰勝齊破 選就選 最好的齊王團隊 請播 02 2578 3777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施著各種生命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破掘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兒牌七米床 你擔心瓦斯外線危險嗎 教你幾個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曬 由瓦斯行安全技術人員 近期檢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政部消防署關心您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操作棋子跟選擇權 其實資金不用太多 你如果一百好工夫 租金不用太多也能做到下下求 就像跟著曾老師來做 你說到底要準備多少資金跟我做 來我再講一遍 齊全資金效率化 運用30萬的資金來操盤 20萬做兩口大台 10萬塊做20口選擇權 當衝不流灘操作才平安 我們來看一下最近的操作 我講的是最近 不是說今天做得好才在那裡炒肥 不是這樣喔 是最近的操作 你來看喔 來像今天 來今天我來做 我們先看基手 9點01分 我要求會員 來這邊再拉近 不要管價位多少 就直接試駕做多至少兩口大台 那實際會員成交在9300 那今天的棋子各位你可以看到 開低走高 我們的棋子今天讓會員享受到82點的機會 我們就算80點好了 那我說過了 你跟著我來做 這叫20萬做兩口大台 那剩下10萬塊我們來做20口選擇權 也沒在撈開喔 今天我們選擇權買在更加的價位 買在哪裡 9300的買權 買在26點 這根本用不到10萬嘛 這才用2萬6而已嘛 用2萬6的資金 結果到了今天的收盤 它變4萬9 各位這個會算吧 4萬9減2萬6多出多少 多出了2萬3 2萬3等於大台指的115點 我們算110點就好 你把110點 你再加上 這80點叫190點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操作啊 你只要有30萬 各位今天就是有190點的機會 它叫3萬8 3萬倍 所以這個會費啊 不是你要考慮 不是你要擔心的 那一天就有了嘛 一天就有了嘛 我們說讚的 一天就有了嘛 一天就有了嘛 8根漲停滿放口袋 資金不用多 重點是要準 哪有夠準啊 就有那麼多錢 不用啦 你聽我的意思嗎 好這是今天的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昨天 1月16號 你看這行情一天漲一天跌 操作難度很大 你一定要跟到專業人士 我說了報酬最大話 這昨天的 怎麼樣報酬最大話 昨天的棋子 我們簡單帶過 做空 有看我昨天節目的110點 那昨天的選擇權呢 你看 9300的賣權 我們昨天買48 收盤變73 各位這中間2萬5 投資報酬率5成 5根漲停滿放口袋 再來喔 還沒結束喔 上個禮拜 1月12號 怎麼做 起指144點 漲跌點數144點 各位 做多 然後呢 選擇權 買買權 5萬5變8萬4 這中間2萬9 這你都會要算嘛 這1月12號 再來喔 1月11號 這都是最近的操作 你看一天漲一天跌 你沒有跟著我做 你自己在那邊亂槍打鳥 你一定是停損家停損 你懂我意思嗎 1月11號怎麼做 做一筆空單84點 做一筆選擇權 2萬4變5萬7百道結算 跟著齊王走 財富自然有 所以在這地方我講過 你看解盤師的節目 絕對對你沒有幫助 你看了他的節目又去參加他 真的是笨上加笨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辦法帶你真的賺到錢嘛 那你參加老師的目的 絕對只有賺錢這一條路 沒有其他的 所以說我在這地方 我跟你講喔 你要選齊王老師真的很重要 你一定要先問清楚這些事情 欸老師 你是不是每天一定做 你有沒有像曾一傑一樣那麼厲害 每天一定出手 老師 你能不能像曾一傑一樣 每天都公佈他的實戰 老師 你能不能像曾一傑一樣 勇敢的面對觀眾跟會員 把這三個問題問清楚 第一件事情 老師你有沒有每天做 看看他怎麼回答 老師說沒有喔 不一定喔 老師你為什麼不敢每天做 我直接告訴你為什麼 沒有把握 一定是這樣嘛 如果有把握誰不會每天做 你聽我說的意思嗎 告訴你如果十足的心心 十足的巴 我告訴你 你巴不得每天都開盤 連星期六星期天都不要休息 因為你有把握嘛 你有方法嘛 你會賺錢嘛 你懂我意思嗎 那那些解盤是為什麼 有時候做有時候不做 沒把握 所以只好解盤 再來 老師 你做錯了敢不敢講 欸 這是最大的問題喔 敢不敢公佈每天的實戰 這是拚的 所以在這地方 如果符合條件 你才跟他 在這地方我再講一遍 如果你想要賺快錢 我講的是賺快錢 你準備三十萬的資金 二十萬做期貨 十萬做選擇權 來各位 我的當中訊息你要有 我的軟體你要有 我的週選擇訊息 你更要跟 三合一滿漢全息 我希望過年前啊 大家都能夠快快樂樂的 撈一波錢 撈一筆錢 然後快快樂樂的去過好年 所以剩下沒幾天 我希望你能夠把握這個機會 該怎麼做 看完中場資訊之後 跟上我們贏家的角度 我們明天見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數位機上和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和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低低 生活更happy 親愛的投資朋友 親愛的投資朋友 為了幫助全國投資朋友 迎戰棋子當衝 迎戰棋子當衝 曾老師特別推出了歡樂組合套餐 歡樂組合套餐 迎戰試吃架 迎戰試吃架 齊王的當衝訊息 齊王的當衝訊息 再加上齊王的操盤軟體 齊王的操盤軟體 兩項商品選一項 三個月28800 這兩項商品任均選一項 28800 三個月 兩項商品同時一起選 三個月38800 兩項一起選 兩項一起選 三個月38800 迎戰棋子刻不容緩 速播迎戰專線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一項一起 一項一起 迎戰棋子 當衝 操作 你必須用對方法 跟對專業人士 用對專業工序 迎戰棋子當衝 歡樂組合套餐 期望當衝訊息 期望操盤軟體 兩項商品選一項 三個月28800 兩項商品一起選 三個月38800 迎戰棋子刻不容緩 是立即要做的事情 速播迎戰專線 02 2578 3777 2578 3777 期望團隊 期貨操作 給您三大承諾 一 每日一定出手 二 市價進出 一定成交 三 停損停利 嚴守紀律 我們擁有一套 快準準操盤系統 幫助投資人 快速累積財富 快 多空地盼 機不可施 橫 順勢加碼 推升過益 準 停利停損 確保不失 戰勝騎破 選就選 最好的騎王團隊 請播 02 2578 3777 2578 3777 2578 我學習的快樂 在我做事情上面 我就更有深究感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特的同事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特的同事 用自己的餐人搭輪出自己的處理 而深用你們所有的食物經驗 技職訓練可以讓你具有更大的優勢 疫情的季節了 對抗流感最有效的預防 就是接種流感疫苗 因此 擴大公衛流感的接種對象 包括幼兒 中小學生 青少年 孕婦 產後婦女 50歲以上的成年人 慢性病患者等 都可以